结果现在看起来 每个人大概只有八分钟 我现在手上有七个人 愿意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先念一下顺序 然后呢 等一下大家就是 知道有七个人分享 所以大家先不要溜走 好 等一下第一个就是阿端 第二个是肃心 第三位是刘炯席老师 因为他等一下要赶回台东 第四位我们请陈品华老师 第五位请青年 就是戴紫阳 第六位请李怡青 台大子伦老师的助理 然后第七位是阿展 阿展就是刚刚阿达 在阿端他在准备资料的时候 我们先请王老师 跟大家讲一下他的一些的想法 他现在抛弃主持人的位置 他来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 我们有一些PTT 大概几分钟的时间 我就可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就是我们有团圆 跟各位分享 那重点是 接着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我在政府会的时候 我已经写了 不是real trust trading 我跟那个子伦老师讲的一样 stock home 加40 可是这样还不够 台湾要加多少 台湾 这都是国外 那台湾到底后面要加多少 或是减多少 才是台湾的未来 所以用这个方式 我们想一想 可能可以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 好 那所以我就用这个powerpoint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只有几页 来跟各位做个报告 好 这个当然是前面的灯光好特 这个当然是我们这次的主题 就是绿脸台湾的行动 那这个当然讲的是生活 就是到底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往下落实 所以需要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是我们先要讲是real plus 20 的观察是什么 就是到底real plus 20 我们的观察是第一个 人类已经启动了世界末日的版机 那个是已经的 人类已经启动世界末日的版机 因为我们看到一再妥协一再扣言 283点 纵使制度有20几点 也都是很困惯 第二个 国家是气候变迁最大的障碍 国家 国家 那我们做民间团体怎么样 来让这个国家不要动不动 最近动不动就是民族主义 那就那就无解了 对不对 一个小岛都搞成民族主义 如果跟地球建交 怎么会有钓鱼台的事情呢 因为它是属于地球的嘛 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 但是这个论述我们要怎么处理 就不要陷入民族主义跟国家主义 其实这个才是解决地球的问题的一个契机 核电安全没有列入结论 所以核灾看起来是不可避免 这个事情听起来是 是等一下有机会再做讨论 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大会 它还是没有考虑到 动物啦 生物啦 青年女性啦 原住民都不在的结论 那这样的结论呢 其实是有点悲观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悲观的权利 所以往下 接下来我们能做什么 那7月24号 United NGO已经启动 等一下跟各位报告 今天8月26号 10月21号在台中市 等一下 陈老师会帮忙解释 然后筹备Rio加N 或者是Starkone加41、42 in台湾的研讨会 我们过去10年放过10次 接下来10年我们也不会缺席 那是规模大小的问题 然后9月22号要参加国际环保 参与写历史的研讨会 我跟曼丽都有参加 就是我们NGO参与国际环保 要不要把它写下来 就是那个历史 包括后面不是有1992到2012吗 那我们怎么样让它变成是一个历史 然后United NGO 我就等一下跟各位报告 然后人民发电厂 就是我们现在在推动人民发电厂 那今天的赞助的单位之一 就是大亚公司的美丽家人基金会 真要努力的 大家要挑出10个全台湾的社区 它可以自力发电 想办法尽量自力发电 变成10个人民发电厂 那这样的想法也正在产生 第一个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我现在已经在做的 就是我们要有新的UN 叫United NGO 简称UN 那就是民间联合国 我们的对象是民间团体 那我们这个UN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各位看到 我们很多的衣服吗 我们还要收集很多的旗帜 随随便便就超过400只 对不对 联合国才200多只 就不得了 我们随随便便就会超过400只 所以我们有个UN的旗海 会在一个晦气小学的操场 然后就400公尺 会有400五百只的旗帜 这个在某个地方 现在正在民间向政府招标 反过来不是政府来招标 是民间提出idea 政府你要不要来 如果你要提供一个晦气的小学 那现在的目前是UN的 已经开始发 招标出去的 现在是台南市跟新北市 两个正在竞争 那我们再挑哪一个条件好 我们就挑到哪里去 正在进行 第二个是地球国会 我们未来有一个地球国会 解构人类中心主义 地球国会代表的都不是国家 代表的是山海 或者是动物 Anyway 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然后民间政府 刚刚讲永续发展的一个平台 我们很早就想到 要做一个民间政府 它现在组织在造 它所有的组织 我们民间都有一个 加一个民间 比如说民间环境资源部 那我们就对国 就是环境资源部 我们不是要对抗 不是要对话 要对话 就是我们有什么意见 进去 它马上知道我们的意见 而不是现在很多团体 然后它直接找一个 那其他团体完全没有生意 目前它是用这个方式 那所以我们想办法 用民间的政府 那所以这个是对话 绝对不是对抗 当然如果做不好 对抗也有机会 但是我们是对话 那在那个过程呢 我们没有凸显个人主意 所以一再强调 民间行政院院长 跟各部位的首长 都是动物 都不是人 所以现在台湾黑熊 暂定为 民间行政院院长 那白海熊是民间环境资源部的部长 这样的想法 就是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 所以部长 还有都是台湾拼领截命动物 或是我们要保护的单位 第三个 民间联合狗大学 对狗就是日本的那个UN大学 那我们应该要做一点论述嘛 所以需要一个大学做赔利 做论述 刚刚家伟 然后就是组了谈料的东西 其实需要论述的 那去睡五人家的 然后NGO博物馆跟图书馆 博物馆这个未来都会在博物馆里面 后面展览的也会进博物馆 然后图书馆 当然我们要收集相关的资料 然后第三部门产业促进中心 这个是全新的产业 我们希望民间团体的参业的人 是一个专业 本来就是一个专业嘛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都是兼任 那我们需要专业 所以第三部门产业促进中心 还有ROC 就是把CNA就改成创意 所以ROC未来叫创意共和国 不是中华民国 是创意共和国 然后呢 它是生态创意产业的促进中心 现在是文化创意产业 那我们现在推动生态创意产业 为什么不能创造 可以 然后能源民主营 人民发电厂 绿四级四米菜园 增古德亚太根影亚中心 也在这里 增古德十一月要来台湾 那我们希望他来 跟我们一起推动 然后绿岭野孩子的环教基地 我们这边有委会在这边 环教那么重要 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 这个很大的市场 所以我们要培养绿岭 以及野孩子 台湾的孩子 台湾没有希望 所以野孩子的环教基地 最后是REAL CLASS 20运动 那是等一下程废老师会看 那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下一个 就是生态创意的产业 我们现在在逐东要做 这个是让我们清华大学来试 所以我们要准备 有十公顷的生态创意产业 会设在逐东 这个我们会来努力 可是来说民间配合 这个意思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像柏拉图 像地球一样的思考 横向的内容 然后 每个部门的合作 然后与地球来建交 所以这是未来 我们想做的事情 现在正在进行 所以跟各位报告 说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很希望各位的共襄胜举 这是以上我的报告 谢谢 好 谢谢 令王副庆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请阿端 阿端 图弥圈 点灯 对 好 那那个崔苏欣请准备 各位前輩大家好 這次我是代表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專員 這次也有一起去禮樂 我自己在這趟去的行程部分 其實對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經驗 開了很多演技也學習到很多 也跟其他老師有一個很愉快的旅程 學習了很多他們的經驗 我主要負責的部分是參加人民高峰會 還有就是參加在整個會場裡面的一些反核團體 世界反核團體的一些會議 在這邊我把整個人民高峰會我參與的 跟我觀察的部分把它分成四個部分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點我的觀察 第一個部分其實就是人民高峰會 除了組會場之外人民高峰會在 Flamingo的海外有個非常大的海灣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自主性很強的一個大會 它其實就是世界的環境的NGO 還有巴西當地的各式各樣的NGO 你看到這個展板就是旁邊那個板子 其實是大會主辦單位他們就是印的板子 可是上面其實貼了很多很多海報 有些海報其實是手寫的也不見得是輸出的也不會印的很精美 這些海報其實就是大家手寫的 它在什麼地方要討論什麼議題 然後要開什麼會 我們就是貼上去做宣傳 所以它是一個自主性非常強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旁邊這個是地圖 那這個海灣呢其實非常大 我們在這邊走呢 其實如果你從最前面走到最後面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遠 大概走十幾分鐘、二十分鐘要 那它大概有三、四十個帳篷 那每個帳篷大概就是像 這張圖顯示的一樣 它是一個開放式的 然後大家坐在那個裡面 那這個帳篷一開始的時候就會長成像這樣子 這是我們一開始 這是我們台灣團在那邊辦活動的時候 一開始就像網站這樣 它所有的椅子都收在後面 所以我們就是時間到了 因為我們有申請時間嘛 那我們時間到了以後呢 我們就大家就去 然後我們就把椅子拍一拍 然後佈置成我們要的樣子 然後就開始了我們的活動 所以它自主性很強 可是當然也很熱啊 因為我們沒有冷氣 跟大會不一樣 整個人民高峰會呢 它的錶列 錶列上面有七百二十場的會議 那這裡面呢 有個最大的障礙就是語言 你看到只有173場的會議是使用英文 其他都是非英文 可能是葡萄牙文最多啦 就是霸行的 所以對民間團就是 這趟去就是參與這個人民高峰會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甚至有一些它是用英文在宣傳 到了現場以後發現其實它不太有講英文 那大會主會場那個部分 就是世界聯合國的部分 他們都有口譯 那人民高峰會這邊它其實也有主要的 就是主會的agenda 那些比較大的也是有口譯 但是小的就是周邊的這些NGO辦的 這些片會議可能就沒有 對 不過呢我們也有很有創意的方法來突破這個限制 我們這個農村武裝青年 等一下會跟我們分享他們怎麼用音樂 來突破就是這個旅言的隔閡 然後來傳達理念 那這個是在我們的會議的周邊呢 我們就有這個flyer 然後我們就跟路上的這些來參與的民眾 就是做一些倡議 然後跨國的倡議的行動 來解釋 然後請他們來跟我們拍這個照片 那這個四個字 核電歸零 其實就是我們今年311 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slogan 那也是未來一年我們工作的最重要的目標 那這四個中文字呢 我們在那邊其實就是要用很多笑容 或是很多的字體語言 跟很多有創意的方法來跟這些外國的朋友解釋 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 那它有一個核電的標誌 所以其實還蠻能夠讓大家理解的這樣子 OK 這是在外面的一個這個行動 那其實在這個地方感觸很多 就是你到了一個這麼遙遠的地方 你可能坐三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然後到那個地方 然後你發現這些人他的文化背景 跟所有成長的經驗都跟你不一樣 但是你們有一些很相同的對這個世界 跟對我們未來的看法 這個其實是很讓人感動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這個部分就是大家如果看到周邊我們這個展板 掛出來這些展板 這個是在另外一個會場 這個會場是在一個海港 那那個海港它裡面就是有展覽的會場 那所以我們有一個展間 我們掛了很多這個展板 然後展示我們這個現在台灣很多環境人物 在面臨的問題 挑戰 還有我們的策略是什麼 那如果大家等一下有空的話也可以看一下這些我們設計的 我們設計了好幾個不同的主題 那在這個現場呢 就是很特別的地方是這個展這整個展場 因為它其實場地費非常的貴 那因為還好我們有贊助的那個單位 那所以在那個地方展覽的機構呢 其實都是一些非常大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賣綠能汽車的廠商 那以NGO或是環保團體 就是這種民間的在那邊展覽的非常的少 可能只有我們 或者是一些有一些比較大的團體會在那邊 所以其實我們顯得很特別 跟人家很不一樣 那我們這一趟去的那個成員裡面 就有其中一項工作 就是我們大家輪流來顧這個展場 然後也是要跟很多來參觀的民眾 就是分享一些在台灣的問題 不過如果 可是在接觸的過程中 就會發現說 雖然有一些問題 可能是台灣特留的 比方說白海豚的問題 可是它其實呢 有一個土地掠奪啦 或者是我們對水資源 或者住的這些冷泉 其實不管是在哪一個地方 其實在台灣在巴西 甚至這東西我到了中國在印度 其實很多世界上面這個碰到的問題 環境上的問題 其實是很相似的 很雷同的 那我們碰到挑戰很雷同 所以這裡面其實就有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上面出了什麼更大的問題 導致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會面臨到這些挑戰 那個上面的問題是什麼 好 然後再介紹一下我們的成果 這個是我 然後呢 我們有接受到巴西當地的環境媒體的採訪 也有接受到法新社採訪 但是它最後沒有補 所以這邊這個是我們在巴西的反核 他們有一個帳篷 他們是專門一整天都是不斷的講 各式各樣的反核議題 我們在那邊介紹台灣的反核的運動 然後我們在那邊也跟人家交換一些 我們的這個今天的體訊 對 那第二個觀察呢 是這個人民高峰會呢 是一個紛亂的人民高峰會 它跟這個組會場 大家穿西裝搭鈴帶的那個很不一樣 它不太有那個organize的感覺 就大家隨便來在那邊幹什麼就幹什麼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可是這個紛亂不見得是一個不好的 它其實是展現了這個人民 從NGO的這個角度進去的這種能量 多元性還有豐富 這個東西是世界政府 聯合國花再多錢也沒有辦法 創造出來的那種創造力 這是我覺得NGO的力量 那這是兩個很不一樣的比較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看到很多可能來自更巴西更南邊的 或者是一些島嶼的這些民眾呢 他們就會來這邊販賣他們的一些 就是文化特有的一些經典商品 所以有很多的攤販 那另外也有我們就是有音樂的表演這樣 那因為這邊現在面臨一個就是水壩的問題 也有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也看到很多那個當地印度 印第安人的原住民的部落的人 在那邊用他們 他們穿著他們的傳統服飾啊 然後做一些倡議的工作 然後這邊介紹兩個 一個是大的 這個是綠色和平 他們在這邊的攤板 他們在這邊也有一個帳篷 帳篷是自己特製的 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的甚至那種白色的 就大家都一樣 他們的不一樣 他們是綠色的上面 Greenpeace 那他這邊示範一些那個太陽能板啊 就是怎麼用這些技術來取的 就是他其實那個是很簡單的一個展示 他就是讓民眾去想這些科技跟不一樣的可能 那除了這種大型的之外呢 也有這種最小型的 他連帳篷都沒有的 他輸出這個這個學生呢 他從日本來 他輸出了一塊很大的帆布 那個帆布在後面 就是有這個很多人的照片 然後有一個帆河的標誌 然後呢 他在這邊做的工作呢 就是拿這個白板 然後請大家寫一句跟帆河有關的話 然後讓他拍照帶回去日本 所以有這種大的 然後也有這種很小的連帳篷都沒有的行動 在那邊發生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那另外呢 這個人民高峰會啊 因為可能也會很熱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參加這個人民高峰會 每一個人齁 其實他心中就是 好像都很不耐煩 很憤怒 憤怒的人人民高峰峰會 其實就是 我覺得在那個地方 你可以感覺到每一個 NGO的代表或者什麼 他們找到一個時間點 他就可以想要 有很多很多想要宣洩的那個不滿 那個不滿 可能包括當然 我們在那邊流汗 他們在那邊吹人氣 當然也包括就是 我們之間隔非常遠 我們這邊講的話呢 可能 那個溝通之間的那個gap 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有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會議 或者很多的討論呢 它其實是很激進的 很激進的 它可能不是操作那種 那種政策工具的 知識語言的框架的 是來自比較 人民跟草根的力量 那它其實全部都直指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是在資本主義上面 就是這種以金融為主的資本主義 所有東西都可以商品化的資本主義 它綁架了我們每一個層面 所以其實在整個 People Summit這邊呢 最後的這個整個 它的宣言裡面 其實討論了很多 跟資本主義有關的事情 把問題去導向在這裡 甚至在綠色經濟這個架構上面呢 它也認為這個綠色經濟 完完全全就是 這個資本主義的一個新的東西 不過這是人民高峰會 這邊的意見 那當然呢 這是因為它搬到巴西 所以它其實是 當然是 南方國家的那個主導行為比較強 就是對這個 最終的這個宣言 但是其實我們也看到在這個會場 在這個整個會進行過程當中 就是WWF跟Greenpeace他們也 和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是對綠色經濟有提出很多的批判 那我這邊 因為我有做一個翻譯 就是針對就是人民高峰會 最後的宣言做一個翻譯 那稍微念其中一小段 讓大家了解他們對這個綠色經濟的想法 這一小段是這樣 資本主義呢 更進一步的導致了社會 社會民主和社群 流失了對自然資源 以及它關鍵地位的勞務的控制 並持續的私有化這些資源和服務 將權力轉化成了商品 而限制人們接近它生存 所需要用的財貨和資源 所謂的綠色經濟呢 也只不過是現今的 金融資本主義的另一個面貌 它只是利用了新的跟舊的 各種的政策機制呢 來深化公有跟私有的債務 對消費行為的強制 超強的刺激 新技術的所有權的集中 以及碳市場和生物多樣性的市場 圈地 建徵的外國人對本國土地的所有權 公司夥伴關係還有很多 OK 好 所以其實我這邊想為什麼會提這個呢 其實我是覺得說 這一趟我們去 其實我 我的感覺是 我們可能是去得到很多其他不同的素材 然後國際上的討論這些素材 它怎麼應用回來 我們怎麼在本地的 這種local的運動場面去做更多 那所以我覺得 觀察這個NGO 國際世界的NGO 他們對這些議題的看法 其實對我們未來的在台灣這邊自己的工作 其實可能也是相對來說很重要 那最後再介紹幾個就是我們參加反合行動的一些紀錄 這個人呢他是巴西第一個因為 因為輻射而受傷的一個人 他是因為在醫院操作那個機器 然後他的手呢就是嚴重的灼傷 所以這個巴西反合有一個這個手的這個logo 其實就是在講他的那個 他的手 他的手有非常嚴重的作傷 那這個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是日本福島的農民 他們是在做有機農業的農民 他們可能做有機農業 然後讓那邊的小學生能夠吃在地的食物 最近這個工作已經非常非常長久的時間了 那311發生之後呢 他們就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矛盾 因為他們很希望這個土地能夠恢復 恢復成以前的那個樣子 他覺得他 這個農夫呢 他就說他努力了十幾年 可是呢 發生了一件事情 好不容易大家開始知道了 這個有機跟吃在地食物的重要 結果這個福島和在地發生 大家也沒有辦法吃那裡的食物 然後 他的辛苦也就是功虧以退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努力的在 在想要怎麼讓這些土壤能夠恢復到以前的樣子 然後這一位呢 也是福島當地的那個 飯館村這邊的 這個 這個會議其實是Peace Bowl跟 日本那邊一些團體合開的一個會議 他這邊秀了兩張照片 那這個照片呢 因為這邊可能看的有點不是很清楚 主要就是那邊的農場的主人 他們養了很多牛 可是那些牛呢 因為輻射污染的關係呢 所以他們的那個牛奶 其實都不能喝了 那他們也無處可去 所以他們就只好倒到那個河流裡面 那那個牛呢 你沒有辦法不擠奶 你一定要每天去擠奶 然後養它其實也要花錢 可是他們又捨不得它 那最後他們沒有辦法 只好把這些牛拖去 要殺掉 可是就很不捨 因為對他們來說是十幾年的牛 很像自己的家人 他就講了這些故事 那為什麼秀這個給大家看呢 其實是這些其實也是我們未來在做這次去的時候一些成果 就是像這些照片 我們也希望能夠邀請他們來在台灣做展覽 跟講座的使用 還有剛剛在巴西那邊的反核 我們也跟他們的團體有一些做一些翻譯工作上面的串聯 這些未來都會持續的發生 也算是這次的成果之一 不過這次相對之下呢 就是談核能的議題是非常少的 那不管是人民高峰會那邊 或者是在主會場這邊 對核能的著墨都不是那麼多 那這個東西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 也許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討論一下 最後呢這個人民高峰會呢 其實帶來了非常強的動能 等一下蘇星會跟我們介紹一下 在那邊一些友情的情態 所以這個動能呢 最後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我覺得這次人民高峰會 上一次我在分享的時候有一個人問 我說這相當是一群就是受傷的人 然後就是互相取暖 可是我覺得是對啦 但是這個取暖其實是很有意義 就是它其實是 你在那個地方你會看到大家其實都在尋找彼此合作的可能 不管是他們巴西的人跟巴西的當地的不同的地區 因為他們很大不同的地區的團體的合作 就是像我們這種跨國的想要進行各種交流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那個 其實那種動能是很強的 它其實是大家在尋找那個連結的渴望是很強的 那這個我覺得也許未來呢 是不是更進一步的就是靠這種 那種國際上的串聯的資源來做各地在地的運動的素材跟資本 好以上大家報告到這裡 好謝謝安端 接下來呢我們請崔素欣 崔素欣現在也是綠色公民行政聯盟的律書長 那我們現在就有些請他分享一下 他在